好 视线再转回中国 我们来看视频 您现在看到的是由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 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的现场 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600位华文教育界的代表 参加了本次大会 当天国务委员杨洁篪 在人民大会堂 接见与会代表并且致辞 他希望全国的侨务工作者 和海内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 肩负起历史富裕的使命 让华文教育 在弘扬中华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 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我们之所以召开这样的大会 之所以如此重视华文教育 是因为我们的海外的华文教育 它是我们的海外的华侨华人 为了能让他们的子女 留住中华民族的这种根 留住对中华民族和祖籍国的 这份情 证明 证明